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我自己配一下音效 Welcome to our course selection orientation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正式的選客說明會 等一下這邊會有錄影請不要在意它 因為我這個影片也想要給家長做參考 起免你們可能會需要解釋很多 所以會後我們也會寄影片的link給家長 好,那如果沒有到的同學 可能請學藝之後再麻煩跟他們說一下一些狀況 然後我也會看他們有什麼狀況 也可能寄影片給他們參考一下 好,那首先有一個請大家配合的是 No cell phones from now on Later I'll ask you to take it out But for now, please put away your cell phones 因為我想說先專心聽之後才會比較不會有問題 說明部分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先請老師們幫我們發一下選單門 那第一個我想請你們先思考一步 就是你們的語言需求 因為其實我們的選客的有三種方式 有三個套餐 然後呢,主要是差別在語言上面 主要就是語言的差異 所以你們等一下會拿到一張彩色的 有寫ABC方案的三個 號餐的那一張 請你們先觀察一下 的差別在哪裡 要是要多一點 有了 劉瑞,這邊還有位子 坐中間的部分 中間這一盤 這裡… 這邊有一個位子 好,你們都有拿到的嗎 应该就是这一张 我想请你们先思考一下语言的部分 因为它我们在各方的考量之后 有一个点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开的 就是有一个限制 你们的语言课程只能有一个SL 一个HL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修到两门语言都是HL的状况 所以你观察一下这三个 我等一下问一下问题 请问一下 这三个套餐在语言方面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这三个套餐在语言上面最大的差异 TOK TOK 不是是English A跟English B还有Chinese A Chinese B Sorry是我没有讲清楚是Language Courses 请看Block 1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就是 如果你要选English A 又选Chinese A的同学 如果你两个都要A的 请你注意你就只有C选项 就是你两个语言都要走A的同学 你就是C了 OK 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少的 根据我们上次试选前的结果 你们在这个区块会比较少人 OK 那A跟B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限缩范围C如果你没有要两个A 就是没有两个English跟Chinese都A的话 大部分的同学应该落在A或B 那请问这两个差在哪里 What's the difference 那两个的差异 我选一个比较聪明 看起来很聪明又看我的Mark 告诉我A跟B的差异 你选到什么English A和Chinese B A套餐跟B套餐在语言Block 1的差异是什么 就是A套餐就是你可能Chanese A要是Chanese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B套餐 欸两个 没有没有 B套餐的English B只能选SLE 然后Chinese A的话可以选SLE 然后A套餐的话Chinese A只能选SLE 对 对 对 然后English B就比较多点 所以A比较重英文 You got it 其实简单的我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如果你的英文English B想要选HL的就是A套餐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的Chinese A想要选HL的应该就是B OK吗 那如果你说我两个语言都是SL的话 其实就没有差 你就看AB你喜欢哪一个 所以我们最大的限制其实卡在语言的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开两个都是HL 所以我们就是让你们选你们的HL想放在哪一个 OK 这个可以理解吗 就是Chinese A或English B 你任何一个看你哪一个是选HL的就选哪一个 好 那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上面的TOK 那因为English A的学生 他TOK就可以搭配English 是比较合理的 OK 然后其他两个就是Chinese的TOK 如果这个地方有1万也可以提出来如果不确定 如果这个地方有1万也可以提出来如果不确定 对他这个只能SL 如果你想要选HL你可能就要选A 然后下面就是下面这边你可以选Psychology HL 这里有一个选项 对因为我们就是得绑死1格才排得下去 就是上面这一条为什么不开放 因为我们开放之后有可能都排不出来 所以这3个我们就得绑死 对所以你考虑一下你是要放就是看你语言上面要松绑还是你 你看你Psychology的想要HL的程度 是不是大于你语言上面的选择 就你只能选一个在这里 没有办法选B选Psychology HL 可以吗 可以吗 诶 后面Banet先 所以其实就是上面这3个排好 所以下面有3个排好 对对对 上面这4个是固定的 我们一定要有固定的彩白的下去 如果全部都开放就是完全排不下去了 所以A套餐上面这一些就是固定的 B套餐上面这些固定的 C套餐上面这些是固定的 那下面可以选的是下面3条 OK吗 刚刚下面也有一个同学是HM 你有举手 C Agent有举手吗 诶 没有 还有问题吗 好 让你们讨论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暂停一下讨论吗 我把它讲完 然后时间都交给你们讨论 OK 好 那可以请把注意力再放回前面一下 麻烦提醒一下旁边的同学来 好 那大概是这个三个套餐 OK 上面这三个是固定的 然后下面这个白色的地方都是你可以选的 像Math 选一个程度 这里是选一个科目再加你的程度 下面也是选一个科目跟程度 那这边是同一个时段 会上课 所以你就选一个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再往下 一下 你手边还会有另外一张是 协助你 厘清你的SL跟Nature 各三门的是 选哪一些科目 所以等一下呢 你可以用笔 就是先写下来你暂定的 这不是 这只是一个暂定 你就先写一下 帮助你等一下填表单的时候 不会出错 OK吗 好 那最后检查的时候呢 这个很重要 请你确认 因为有时候看的时候 会看错掉 你要先确定 自然 蓝色的部分 跟社会 红色的部分 都至少有选到一门才是对的 OK 好 等一下我会给你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你们先理解做法就好了 这样子有理解吗 这张单子是帮助你等一下填表单用的 好哦 那最后有一个小提醒 因为就是我们已经尽量开了 一些选择了 但是还会有一个 会不会有状况 还是开不了 那一门课 因为我们给你选择 你们怎么选 其实我们不太确定 最后的结果 请问还会不会有 开不了的状况 那一门课 有吧 什么状况 人太少 对 你们很清楚 我们有人数的一个限制 所以人太少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会开不出来 但是我们会尽量去把它开出来 尽量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这个人数的部分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开程 好 直接去手跟他做两个问题 好 在我让你们自己作业之前 我提醒一下 今天会告诉你们这些做法 但是我们正式选课的时间 是4月18到22 为什么会压 两个礼拜后 因为你们需要思考的时间 还有你们可能要确认一些问题 还有跟家长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压的比较后面 但是呢 这个表单 只能填一次哦 就是你填完 就不能再修改 然后你每天 你填了那一次之后 你会受到一个自动的回复 会告诉你填了什么 那时候你再确认一下 如果有错 就赶快来我们这边 看怎么修正 可以 好 那只要错过这个时间 我们就不会受理 所以如果你忘记选课怎么办 我们就会 我们帮你排 OK 你就没有选择 因为你就放弃你选择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请注意 那我们会在4月18号的时候 会在学校首页再公告 然后再把link贴给你们一次 然后再提醒你们 可以吗 所以你们要留意一下 学校的公告 好 再问你们选完之后呢 我们会发一个 纸本的确认单 给你们拿回去 给家长签名 然后你们也签名 那如果住宿的同学 可以个别来跟我们 谈一下怎么样 处理 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家 之类的 要跟我讲 OK 好 那我们再或许 额外再做处理 那至于这个时间点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都了解 好